你这画的是什么呀 瞧 到你了 怎么我又错了 你看看你这脸 我都没地方下笔了 这不公平 数据我本来就不擅长 那挑一个你擅长的 你说吧 玩什么 我这智商不如你 我这运起来都不如你吗 来 猜吧 幼稚 凭什么呀 我难道做了什么坏事吗 运气也这么差 这可不是运气啊 我是通过概率来计算的 别提算了 算得我脑神疼 那还来吗 来啊 我一次都没赢过了 再来 继续 来 这个 猜错了吧 终于 真心话 凭什么呀 我赢了一次 你就选真心话 规则是你定的呀 说的人要么真心话 要么随便话 我选择真心话 行行行 没意思 那 那你是不是特别讨厌我 为什么问这边呢 因为我经常说谎啊 你不是特别讨厌说谎话吗 我讨厌谎言 但是我不讨厌你 以前我觉得谎言就是谎言 不能被原谅 以前我觉得谎言就是谎言 现在我还是这么认为 但是你那天说的那些话 我开始 觉得可能谎言的背后 是有原因的吧 可能他的出发点是好的 也有可能他是迫于无奈 虽然这些 依然无法改变我对谎言本身的厌恶 但我愿意去尝试了解他 虽然我愿意去尝试了解他 所以 即使你知道 我在你和刘天阳之间说了谎 你也没有开除我 你知道是莎莎弄错了优盘 你也假装不知道 那你呢 你讨厌我吗 毕竟从你认识我之后 你的人生 就没有发生过什么好事 失恋又失业 好好地面试 也被我赶出去了 说实话 我一开始 其实挺讨厌你的 觉得你这个人 又自以为是 又不会说话